这个是30度嘛 5的话呢 也是30度 所以你就把这两个眼睛打开 位置都偏了 然后画格将不同 这个要做一下 好像2跟3都要 2跟3都要 3也要 这边也是一样 所有物件 这两个 这两个做完之后的话 5的地方 就打这个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然后这个就上面两个 7就回来了 再来8的话 应该就30度 30度这两个 有眼睛就是有看到 9的话呢 就是这两个 10不要动 对不对 然后11的话 就是这两个 12的话 就是这两个 这个不要动 14的话 就是30度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60度嘛 对不对 这个是30度 这两个 这个不要动 然后这个就是这两个眼睛 这个就是这两个眼睛 好 做完了 做完以后的话 我们来看预览一下 看看有没有成功 就是这样子的 会旋转的吧 最后的话 你就把它直接另存新档 存成GIF 直接存到这个C叠 Web02里面的这一个 Images的0204A 后面再可以 好 这样子就得分了 30分 不过步骤 几个关键点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 Photo Impact 先开起来 对不对 开起来以后呢 有虚线 右键 全部合并 合并就贴上去 第二个动作 就是说呢 利用这个挑选工具 有没有 这个挑选工具 在篮球地方框起来 框大概大一点点 有没有 再拖拉过来一次 再一次 就是为什么两次呢 这个是转30度 这个转60度 所以转的话 用变形工具 这个有没有 这个60度先转 这个就30度 所以30 他用顺时针的好了 30 60 转好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开启 Give a Matter 再开启影像 直接开0204 开启以后呢 第一个画格 不要动 第二个画格 30度 所以你要30度的话 你必须把 这边的30度 把它复制 贴过来这边 贴上 这边不能右键贴上 要贴上 贴上以后呢 把它用橡皮擦去掉 编一编 对没错 然后就把它移过来 有没有 放过来一个 对30度 然后再 负贴上 再一个 有没有 对再 再来说30度 那这边的话 我看 我先把这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第二个贴过来 这个也先删除好了 那特别注意 这边有没有 重点就在这里 这边旁边有一个 这边 预设是没有篮球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我如果把30度的 这个篮球 负贴 贴过来的时候 编辑贴上 注意看右边 有没有看到 多出一个物件的名称 干脆先 这个先关掉 先不要存档 物件名称 它的名称 应该是23的样子 还是27 这边 再开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开启影像 0204 现在物件只有到21 也就是说呢 这边画格应该到21 也就是一个画格 就会有一个物件 一个物件 那我们如果 这个按加号 把它放大 把它编辑贴上的话 这边就多出一个物件22了 这个物件22 你就可以把它 继承是30度的物件 30度的 然后把它移过来 橡皮插一圈 可以进去一点 没关系 不过这个 刚开始你们可能会 插的缺角 缺的很 很不好看 然后把它移过来 右键 复制